好久沒見了 各位 塔千亂男在這裡 預祝大家 下個禮拜三 是不是下個禮拜三 是呀 下個禮拜三就佛誕吉祥 好了 光今此戰日月如梭 這麼快又差不多來到2021的下半場 因為我最近都說起我很多不同的服務 算命的隊伍都排短了 我終於算是有少少空 就可以做一做一個大語言 大家一直都喜歡聽 我都很喜歡做給大家 因為其實在我不斷做研究的過程 都是一個再去學習自我增值的過程 好了 首先很多人都保持著 還在問呀 疫情什麼時候完結 這些事情其實呢 我是由去年那些已經不斷在這裡說的了 而我最近 即是對上那次想賣布工房 怪談的節目呢 也都是去講解了 但是我在這裡做一個很快的recap OK 接下來整個夏天呢 火星就很厲害的 不斷會和摩蠍座 又翹山羊座的冥王星對分 然後就和水瓶座的土星對分 然後呢 又和海王星在雙魚座對分 其實一時要等到去秋天 秋天尾尾尾 那火星入廟天蠍座 這樣才會比較OK的 正是秋婚之後 或者你當太陽入天平座之後 即是當你們身邊的天平座朋友生日 OK 其實我經常都說的 今年的春婚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分水嶺 春婚就是太陽入白羊座 今年是3月21日還是22日 你們身邊的白羊座朋友生日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大的分水嶺 但是我亦都經常強調的 這個分水嶺不是說你一過去就 就馬上沒有了事 其實你當你要給半年一個週期去 所以為什麼要去到秋婚 秋天啊 太陽入天平座 或者是其實你計算 火星入廟天蠍座也是秋天那時候的事 所以這麼多不同的指標 就一直指明 其實去到秋天會好 如果有人去問 為什麼現在會有這麼多突然的爆發呢 你們沒有聽過一個成語叫做回光返照嗎 是不是 還有也都拜託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不要不斷再以為這個是一個廢的問題 它也都有機會牽涉到那個食水 還有呢 我也都有看過一些報道 就說 印度 就是 現在 但是我也都聽過很多陰謀論 就是說印度其實沒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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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世界現在的資訊很亂 也都呼應了我等一下會說的那個水液商之助 OK 但是anyways 也都有人說 其實印度 如果現在真的很多的疫情的話 其實不關那個肺炎事 其實根本是他們行河那個水很污染 因為他們現在有不知道什麼宗教的 慶祝節日 很多人都露了過去 他們就 搞到那條河很骯髒 諸如此類 OK 那無論如何 我覺得大家也都可以去 取一個參考 OK 就去注意一下 其實 有時候病都是從口入的 不是說只是由空氣吸入那個鼻裡面的 那現在就踏入了農曆的四月 伴隨著金牛座的 在初一的時候 那個新月是發生向金牛座的 這個也是我一向去做塔尖暖南星座運勢 秉承的宗旨 就是我不會跟人為的 calendar month 為了大家方便 就跟大家說 Mars April May的運勢 並不會的 因為我經常都強調星星是有自己的運行軌跡 而初一的新月呢 在我們占星學上是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好了 那現在這個金牛座新月農曆四月 那以後 他帶了一個怎樣的課題給我們呢 OK 就是財富了 金牛座的守護星是金星 OK 原來伴隨著這個新月發生過了一下 即是四月初一 農曆四月初一那時候 OK 那原來剛好呢 金星呢 是入了雙子座 屬於金牛座的第二宮 這裡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 見不到財富 很多人都不見了自己的財富 還有因為金星是入了雙子 那雙子是雙元 財富會兩邊走 不穩定 會有一個重新分配的機會 或者是 強制被分配 被流動的機會 好了 熟悉塔羅牌的人 尤其是韋特塔羅的人 其實是可以參考一下 錢幣2的那張牌 你們會得到一個感覺 更何況 在年頭六星連珠的直播 我都有說過 就是木雙魚 因為木星也是剛剛在西曆的月中 五月中西曆的月中 入了雙魚座 伴隨著木星進駐雙魚座 一路到七月尾 大家的財富都會見不到 這件事 是我年頭六星連珠說過的 然後 也是伴隨著 今次農曆四月初一的金牛座新月 你能看到 其實它是不斷在強制這個課題嗎 大家的財富會不見了 好了 有關六星連珠Live的連結 可以看文字描述 或者我現在 在這裏 都會給大家看一張QCard 看不見到 應該在 螢幕的右上角 OK 那 例如 我有一些 粉絲 例如 我真的要特別點名 去讚一下 Wilfred Lau先生 他就整天 真的很認真做功課 我又很認真做準備 然後 我都真的很感受 那些粉絲 是很認真做功課 就是一路看片一路去抄 好 所以 其實大家看到 從現在開始 一路 目相月的時期 尤其是農曆四月 甚至到五月 那 大家的財富 都會有很多不穩定的現象 那 講起 新月 其實每一個新月 那個影響性 是有多久呢 例如我說 金牛座新月 是不是 一些塔斯亂南星座運職的東西 就是 農曆四月 那 其實裡面講的內容 是不是只是 是 最强是应用于第十五天 因为第十五天就是满月的发生 然后再次一级 就是发生在头三十天 就是一个完整的月亮周期 因为过了三十天之后就是下一个初一 然后下一个初一就是下一个新月 也通常会发生在下一个星座的新月 但有时它可以发生在同一个星座 这个会是一个偶像 好了 头十五天 然后头三十天 好 再下一个阶段 就是在半年之内 6个月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半年之后 就是刚才这个新月的对公星座发生的新月 所以半年是它第三个限期 例如今次农历4月 在金牛祖有一个新月 对不对 所以如果半年之后 在农历10月 就应该是发生在天蝶座的新月 OK 这个也是一个第三阶段的分水亮 然后最后阶段 就是一年 OK 等着一年 就是到下一次 一年之后的金牛祖有一个新月 OK 那整个故事 整个课题 才会完结的 OK 但是当然随着不同的阶段 一直下去 例如今次新闻所讲里面的内容 那些课题 那些能量 那些机会 亦都会不断递减的 但是有时 说一下 我跟你说 这个是农历4月发生的事情 OK 但是为什么有时 它会在农历5月的头发生呢 这个并不出奇 因为原来它不是发生在第三阶段 就是这样 如果你跟上刚刚说的那个设计 OK 那所以呢 所以 这个农历4月 金牛祖有新月 OK 那有这个财富的问题 还有我再说一次 它不是单级发生在农历4月的 它将来5月6月7月都可能 继续来的 只不过那个能量会带感 但是伴随着 现在有一个double的reinforcement 就是说 木星都是入商如早 是不是 财富大家会见不到 所以 接下来 会有很多的穷人 对了 那这个是全世界的 那会不够钱 洗 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呢 一些生活很基本的 需要方面 医食住方面 OK 那大家会有一些缺乏 OK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不是说 因为自己不够钱去买的话 那就是 可能这个地球 不够供应给我们的 不够供应给我们的 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 农作物失收 两方这样的事情呢 大家也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好了 那除了一些生活 基本必须需要的缺乏之外呢 原来呢 大家也会很不够资源去做些什么呢 那这个就对学生哥是 差一点的 原来呢 是不够资源去学习的 那可能 我当 你们就是 对了 就是那个财政有些结局 而令到自己不能够去继续 一些学习 OK 或者那个是 那些书保费 交不了 对了 那会有这两大方面的 资源贵乏出现的 那大家 希望你们做好准备了 无睹有偶 其实 早几天呢 OK 就真的刚好是 西历的五月中 木星入商鱼座 OK 那也都是刚好 已经是发生了 就是农历四月初一的 金楼座新月 OK 那就是 阿黎先生 阿黎先生 被 凍结他的 户口财富那些 对不对 那大家想想 这个 坏消息是发生在星期间前的 那在 明天 OK 星期一 OK 星期一 即明天是什么时候 5月17号 大家觉得 开市的时候 那个股市 或者是整个市场 会怎样呢 会不会暴跌呢 我觉得其实是会有的 因为是会反映了一种恐慌 咦 现在的私有产权是 不受保障的 那一定是会有很多的走跌 而这件事呢 就正正真的体现了 大家的财富是会不见了 OK 那是真是一个 非常之危险的 时候来的 来的 讲起阿黎先生的 不幸遭遇啦 那来际我想说呢 其实 传媒 任何的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 传媒行业呢 是会惹怒的 OK 那如果你们是稍属占星的话呢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啊 为什么传媒会 就是那个行业生态会 遭受危机的 那么木星入双鱼座其实是一个妙强的位置 然后木星是主宰传媒 那么传媒不是应该会好的吗 那但是呢 你们就正所谓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我们要知道呢 原来不是双鱼座的木星主传媒嘛 是射手座的木星主传媒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呢 射手和双鱼座 是一个四分相来的 它们有一个四分公位的位置的 那何妨我待会的满月图呢 稍后会展示给你们看的 那就是 因为 伴随着来着 农历4月15的那个满月 在射手座的满月呢 还要是射手座的满月 射手座真的是管传媒的 OK 那个木星呢 就是跟今次的满月呢 是形成了一个直觉生不形 或者我们的占星学会叫一个T三角 所以为什么 未来的那个 传媒是会不断的手压呢 那那个 我会说真的对于全世界的 传媒都是步入一个寒冬的时期的 OK 何况这个T三角呢 是发生在一个满月里面 那我们知道满月呢 是会将很多的能量 加倍放大 还有这个是一个 超级满月来的 还要加上月食 很多东西啊 OK 所以呢 那个能量是会不断在那里扩大 那所以 那所以 又是一个 Double Reinforcement 木箱月 再加上一个 超级满月月食 OK 还要是射手座 OK 那所以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会令到那个 传媒呢 是受到很大的 压抑的 那 其实 我说真的 我说到这个 这个 这个 message 的时候呢 同日呢 我看到了一宗新闻 就是说 以巴的冲突持续 然后以色列的军队就继续空袭加沙地区 OK 尤其是呢 他们今天是击中了加沙美联社半导电视台所在的那个大厦 OK 然后员工设理 那这个呢 亦都是 很明确地是呼应了 那个 传媒身体是会非常之 报入寒冬期的一个 信息 那我们要知道了 其实 是啊 很多东西都是木星管的 但是同一个木星 在不同的星座 就会有不同的身份 就是好像一个人那样 一个小朋友 在学校是一个学生 在家是一个儿子那样 OK 不同的星座 不同的场所 它就会有 不同的能量应用 那所以呢 我们不可以将这些东西 运为一探 OK 其实木星今年在商鱼座 就刚刚西历五月中是先进去了 OK 然后去到七月尾 好像是22、23号 就会逆行回到水平座 就回到水平座 然后再来 到今年的年尾 12月 29、30号 一直到2022年 就真的正式进入双鱼座 再次我想预祝 CCTBB是会执着它 OK 我会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CCTBB是在这儿 狗言残存的嘛 加上鱼手的这个帮助 我觉得它真的可以手中证侵的 OK Anyway 但是我又想说 嗯 木星管很多东西 然后射手座的木星和 相遇座的木星是不同的 OK 但是如果真的要倒下这两个星座 它们也有一个真正的论点 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跟宗教信念有关的东西 所以呢 同时伴随着现在这个 木星相遇的时期 即是right now 直至到7月尾 22、23号 或者你简单的记忆 你当真是去到7月尾 7月31号 OK 就呢 大理任何的宗教事务 例如呢 我不断已经在这儿 跟大家很开心地去分享 因为真是 很excited 就是下个星期三的佛诞 我就会去 跪意了 就是去 新蒲冈的法性讲堂 跟上法下隐法师 去跪意的 那我真是 很振奋 要将这个消息公诸以誓 例如这些宗教事务 还有说真的呢 虎这件事呢 其实我都不断在这儿想 但是不断 那个恩怨是未齐备的 有时可能我时间没有空 或者那些地方太远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今年 才是恩怨齐备 令我可以去 做这个这么正确 这么殊胜的决定呢 我觉得真的是 木相遇在帮我 OK 原来除了宗教事务之外 在这短短两个月 亦都是很带来 殯儀的事务 唉 是不是搞笑呢 OK 然后这个讯息呢 也是reinforce了我年头的预言 不过我真的忘记了 是哪次的live讲 但是大家有follow开 有jordan noxie 一定会知道的 就是我那时候讲的 其实今年的殯儀行业 会很兴旺 OK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conversation 这幅相片 今天你们自己慢慢读 才可以喝口水 看不见到 说殯儀的东西 对了 所以这两个月 那就麻烦大家 小心 家里的 身边的人 老的伤层的人 OK 那就多点 给他们多两眼 OK 还有 其实我现在很多 都会在 MIV的group chat里面说的 OK 所以你们有兴趣 也可以进入group里面 就click开那个chat box 有时看看大家有什么分享 OK 对了 那在 因为既然殯儀行业拼成 那就是他们有很多生意 那他们有很多生意 那就是很多人 拜拜 好了 八市之外呢 原来同市呢 红市也是弹起的 OK 所以 当是一个balance OK 然后 分价行业呢 这件事呢 又是我年头预言 已经有说的了 今年的分价呢 会做得很好的 尤其是在 这个疫情啦 经济萧条之下呢 那工足这两行的人是可以 就是手头叫做欢愉一点 OK 所以说实话呢 其实刚好 下个星期二 就是在我皈依之前的那一天呢 那我姐姐就会是 结婚大喜的 OK 然后这里里面也是有一个非常之峰会路转的故事的 其实它是兜兜转转兜兜转 OK 本身是以为是上年 但是因为今年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又以为是下一年 但是谁知道 搞搞下最后就是 今年exactly 今年2021年结婚 那所以你说 分价行业今年是不是真的兴成呢 从我身边一个 不是很多人 的statistics 来说 我只有1001个姐姐 然后她就是今年结婚 那我会说 是真的中在这个 这个很强劲的能量 OK by the way 我姐姐好 峰会路转结婚的这个故事呢 我之后会征诚她的同意 我看一下她肯不肯 如果她肯 还有如果大家反应好的话呢 我都想分享一下她 就是今年结婚的这个故事 因为真是 很有趣的 好了 那我以前呢 在这个miri group chat 里面 也都说过 其实呢 目相遇 大理宗教事务 但是她 如果在我们西方的 这个角度来说呢 尤其是在说 即是很理解基督教 而且她也是在说一个耶稣基督 或者你当 any god you like 是的 在这里清洗人间罪恶的一个过程 OK 所以为什么 也都 未来的这个世界局势会很乱 是很多正邪之战 OK 那我就不妨在这里去说一说 其实 为什么目入相遇 是代表耶稣基督清洗罪恶呢 OK 这个就不是吹出来的 是有很多indicator 是说着 原来基督教耶稣基督这些东西呢 他跟相遇座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OK 第一 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水平几了 水平座世纪 OK 英文叫the age of aquarius OK 原来在水平几之前呢 是相遇几 因为 因为原来这个age 这个几呢 它是不断逆回那个星座的轮廓的 那就是在水平几之后呢 就是去到摩蝶几 或者叫山羊几 是不是 好了 那之前的这个相遇几 原来你当其实是公元一年 去到大概2000年左右 OK 倒了因为其实那个分野其实就不可以那么明显的 那这段时候 是全世界有些什么是最 就是最流行的 可不可以说最流行呢 但是其实 它是classified by 些什么呢 其实exactly就是 基督教的兴起了 OK 耶稣基督的降生 然后我们继续去看 相遇座的能量是讲些什么呢 是讲宇宙之间的博爱 是讲慈悲 是讲自我牺牲 是讲利他主义 OK 然后大家知道 即是基督教的那个原意就是 这样 要去帮助别人 是不是 去爱人与爱己 然后耶稣都经常说 他是一个 即是类似牧者 是不是 他是要去serve 人的嘛 他是serve 他的 即是引领的那些信徒嘛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之 相遇的概念 OK 还有 基督教 就算不是单纯基督教 是任何早期的宗教 他也是非常之强调 是要去 去 即是怎么说呢 静修 对啦 清修 是远离凡梟世俗的 OK 例如以前那些中古世纪的那些 修道远 其实他们不是一大群人在一起的 通常是人少少人少少这样去 做这些清正修为的行为 OK 西方的一样的 不单是是佛教导教会这样做的 那这个呢 就是跟水平的一个很大的相反 因为水平是讲什么的 是讲group 是讲collective 是讲community 所以例如为什么 互联网的诞生 就是水平纪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但是在之前 隐缘人之间是一个很分离的 位置的 尤其是在宗教里面的人是很强调 一定是要 清正 是要与世隔绝 那这个呢 亦都是相遇的一个 很强的能量呼应 OK 好了 如果你不想我只是在这里说一些 能能量量的东西 我又真是给一些 真实的历史 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耶稣语这件事 你们是可以上google找 耶稣鱼 一条鱼的鱼 原来早期的基督徒呢 他们是用鱼 是一个秘密的象征 类似那些 反復清明那些 反復清明那些 不是清明重样 OK 我想起周星寺的报器 好了 他们是拿鱼呢 做一个秘密的象征呢 是代表他们是基督徒的 OK 例如耶稣也是叫他的门徒做什么 The fisherman of man OK 那么 在十二门徒里面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像总共有四个门徒 根本他们就是愚民出生的 OK 愚民出生的 尤其是耶稣头两个门徒 他们都真的是愚民来的 是的 还有早期的基督徒 因为避免政府的压制 他们会用这个鱼做一个秘密的象征 还有他们也是叫自己做鱼 鱼仔 OK 还有说真的 希腊字的鱼 Iksis 其实就是刚刚代表了 什么耶稣是神的子 什么救世之光 这样的 是的 详程你们去Google找 OK 还有很多东西 例如 耶稣未为他的门徒洗脚 是不是 那当然 清洗呀 是的 这些 Purification 又是一些 双鱼座的象征 还有最重要 双鱼座就是管理对脚的嘛 还有 我说一些更加 更加巧妙的事情 双鱼座的对公是谁 我给大家想 5 4 3 2 1 好快 柱女座呢 谁是柱女 她 egy 她母親 玛利亚 那这个 怎么是不是很巧妙 MU 为什么 双鱼对公偏偏是 厨女 是呀 这件事情真的是 妙很多 盲 Paper 邸告 开始讲的 ay 就是謙卑、侍奉、服侍、服務、接手 很多東西要接納 這東西跟Virgin Mary要做她的使命是完全一樣 還有 那雙魚紀之前是甚麼紀呢? 我們要翻譯星座論 水瓶雙魚之前是甚麼? 又給5秒時間,不過已經過了5秒 白羊是說甚麼? 白羊是說打仗 白羊的象徵是火星戰神 火星戰神是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很喜歡打仗 由羅馬帝國的末落 然後權力去了哪裡? 去了羅馬天主教 即是基督,即是基督 好 其實這個轉移 白羊去到相遇 所以相遇為甚麼是跟耶穌基督非常有關係 但如果我不是只站在西方的角度 任何宗教事務 亦都會有一個非常輕盛的 或者不要說輕盛 但起碼很多人會對宗教產生興趣 還有做很多這些事 都會得心應手 事半功倍 好了,現在說到滿月 OK 就是在5月26日 西曆 會發生這個月全食射手座滿月 而且它是一個今年最大的滿月 全長5個小時 但是真的吃得最厲害 就是大概晚上的7點到7點半 這些是在天文台見到的 還有聽說到晨時的滿月 是會紅紅的 啡啡紅紅的 是這樣的 本隨著這個滿月 原來同時 金星和水星 都是在雙子座 OK 就是這次滿月的對公 OK 他們兩個會發生一件事 叫做out of bounds 但這個是很進階的占星學概念 我就不在這裏說了 但是記住 金水雙星 真的剛好在雙子座 在這個滿月的對公 同時他們會out of bounds 所以他們呢 共同牽涉的課題呢 就很緊要 也是我後面會去解釋給大家聽 一定要小心 OK 哎呀 這麼錯誤 好 回回去 那 還有說真的 我想說 如果閣下的命盤裡面 OK 有行星 是在雙子座 射手座 雙魚座 喘女座 零度至到十度之間呢 其實我就會勸大家 盡量不要看今晚這個滿月了 OK 當然如果你逛街 你經過 那你沒有辦法 但是你不要特意去留意它 因為那個滿月月食的能量呢 是很容易會觸發到你命盤的行星 在我剛剛講的四個性變動星座裡面的行星 而是對你會有一點點壞的影響 但是怎樣壞呢 就 depend on 就是你們自己個人的判 OK 零度至到十度 因為今次這個滿月是發生到五度左右的 OK 還有提一提全世界呢 接下來就少點吃雞鴨鵝 OK 還有伴隨著這個滿月呢 之後呢 同一刻那個ACG chart 那我看到些什麼呢 就是日本呢 會發生天災 OK 或者就是地震 不是天就是地 總之一些自然災害 那這些東西呢 和我年頭那個六星連珠的live 那個預言呢 又是一模一樣了 那時候六星連珠的live是超厲害的 因為我說了日本會有地震之後呢 沒有多久 在2月13日 果然日本就地震 OK 但是今次這個 5月26日的射手撞滿月 那一刻的ACG chart 它也都是觸發了日本 OK 令到日本會容易出現天災 所以我們真的在祝福他們 真的他們實在是多災多難 好了 講到六星連珠 其實我最近講中了很多東西 那你們可以去看那條片裡面的comment section 那我有時候呢 都會把一些準的東西 是貼上去的 那例如最近有發生什麼事呢 又是講準了呢 原來呢 最近德國的Catholic churches 天主教那些教堂 那他們呢 就開始會去祝福 同性的分音 那大家是可以看一下 這裡的 呃 片段 這些上片 OK 新聞 OK 那時候是 的確說中了的 那還有 啊 我們 香港人會很開心的 見到 政黨鬥政黨 OK 那這個不單是在六星連珠Live說 而在我上一次上怪談呢 那賣武功房怪談的那個節目呢 我都是大書特書的 那現在呢 又是應驗了 是不是 好了 嗯 每月呢 是一個非常之強勁的能量 OK 你當它是宇宙著燈 OK 打了一個超大的Spotlight 它呢 要令到大家呢 是正視一些事情 而是一些會出事的事情 那通常有些會出事的 就是說明出事是比較不好的事情 OK 那所以 那為什麼通常滿月呢 我們那個 情緒呢 是會特別亢奮 特別高漲 或者特別敏亂的 那也都呼應了為什麼 就是 例如 就是那些什麼 那些叫什麼 妖獸傳說 那些鬼怪的東西 那些 經常說人狼是要到滿月才會變的呢 還有為什麼 英文Lunatic 這個字 就是解法神經 Lunatic Lunatic 其實根本就是月亮的那個圖 那個紙巾 為什麼這些東西全部是要說滿月呢 月亮呢 因為月亮呢 就是 會牽動情緒 那還有呢 尤其是滿月呢 它會令到你著燈 令到你看到全部不好的事情 好了 這還要加上今次是月食 OK 是不是更加令你好奇 更加令你走去想看呢 那我們要看一看下 今次那個月食發生在哪裡呢 滿月月食 發生在 射手座 然後那個對公是雙子座 因為日月對沖 月亮在射手 太陽在雙子 射手又叫人馬 OK 雙子和射手的主題 是什麼呢 就是關我們接下來要注意的事情 OK 首先我之前都說過 射手的木星 但是基本上是射手座 出於射手座 那個木星是在管著傳媒的 而我們可以看到滿月圖呢 就是 在雙魚座的滿月 OK 大概是特久的位置 OK 雙魚座 Sorry 不是滿月 是雙魚座的木星 它是受到一個很強的壓力 看到嗎 有兩條紅色線射過去 形成了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所以呢 原來這裡呢 又是呼應了我們之前說的 傳媒會受壓力 OK 所以真是衷心希望 CCTV快點執拆了它 OK 還有 在這個 射手座滿月 發生之後的三天 OK 在5月29號 同時 雙子座發生水星逆行 水星是在雙子座這個廟公 發生逆行 所以呢 即是會有 接下來會有更加多的亂象 那 除了傳媒的亂象 還有什麼的亂象呢 那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要講一講 接下來的雙子座水逆 好了 什麼叫水星逆行呢 還有 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覺得你們去Google 找到的東西會更多 我和我在這個影片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講 但是如果我要去 很快地解釋 你當有時你搭檔鐵 或者不要搭檔鐵 現在都不建議大家搭檔鐵 OK 但是我當你和朋友一起走路 OK 你們肩並肩 然後你走得快過它的時候 OK 你回頭看其實 但是它又是跟你同一個方向走的 但是因為你快過它 雖然你們是同一個方向 你看回頭其實就好像它在倒後走 這樣 明白嗎 那麼水星逆行其實就是因為 地球它趕上水星的附近 但是因為地球那一下是走得快過水星 那麼水星落後了其實就是好像它打到走 這樣 OK 而水星逆行呢 每一次呢都是會有很多的common theme 一年大概發生三四次 OK 那麼有什麼common theme呢 例如經常呢已經會提大家 喂 不要買電子東西啊 OK 或者會很容易見回舊朋友 諸如此類 但是原來在common theme之外呢 每一次的水翼呢 也都會有他們自己的特定主題 但是我先說一下一個共同的主題 就是說呢我們會經常見回舊的人 OK 但是因為今次這個雙子 今次水翼是發生在雙子座 OK 那它尤其是會講一些舊同學啊 舊同事啊 舊鄰居啊 或者是一些很久不見的家人啊 或者如果你們一向住得比較遠啊 這樣啦 舊朋友那些這樣的東西 好啦 那一般呢這些東西呢 是真的要在水翼那時候呢 才會開始發生的 OK 因為理論上 例如今次水翼是5月29號 但是原來我們有些東西呢 就叫做陰影期的 是啦 一個pre-shadow period 那就是水翼之前呢 它不是一定要等到29號才會開始來了 它之前呢已經開始會滑滑滑滑滑了 OK 那這次的水翼陰影期呢 其實就和木入相餘是差不多時期 也是在5月中 OK 那 那 但通常陰影期你剛剛進去了呢 都不會那麼快來了 但是例如 在我自己身上 我塔前亂能本人身上 嘩 真是呢 很快就馬上見回舊朋友 還有看回我粉絲的反應 OK 他們都說 嘩已經真是馬上見回很多的舊朋友了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 水星在雙小組是一個廟位 是一個強勢 所以其實那個陰影旗 能量是強過其他星座的陰影旗 另外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同時 筆交點是響雙子座 筆交點 如果你們看一封每月圖 是一個類似八爪魚的公仔 原來筆交點是會將很多的能量擴大 擴散 放大 所以為什麼水液的影響 你們不需要等到五月尾 其實在五月中開始 伴隨著這次水星逆行的陰影期的開始 已經會來了 例如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最近 不是說最近 昨天而已 昨天星期六 我去了佐敦一間素食的Buffet 跟一個朋友慶祝生日 而且昨天很殊勝 因為同時是文殊菩薩誕 一邊慶祝朋友生日 一邊素食齋戒 而且我挺欣賞這個Buffet 他們想了一句slogan 就是叫做 色漬是福 複色是食 是呼應到佛教的色色是空空色是食 以及叫大家去珍惜食物 在這個Buffet裡面 我竟然有見到另外的朋友 無端在那裏撞到 你可以看他那天的心路歷程 望望人海 我這樣也撞到他 大家是不是可以見到 咦 原來這個水液這次 那個能量是真的來得很快 好了 見到舊朋友是一個common theme 但是同時有什麼特定主題呢 這次的水液 但是也就是說 原來這件事已經在來 這次的特定主題就是 很多契約是會崩壞 是會毀約 有些契約的瓦解 尤其是一些舊的契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看過 現在在雙子座的金星和水星 是出界的嘛 是叫out of bounds 這個是進階簽升學的概念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金星是代表一些合約關係 而且他就是呼應了 我們水液一向的一個common theme 就是說 我們但凡簽約那些要小心點 但是金星它擺明就是 一個已經存在的合約 所以接下來呢 當然你們也要小心千心的合約 OK 但是任何舊的合約呢 原來很容易會拿東西 何況我們看一下 南交點是在射手座嘛 和剛巧那個門月就是在射手座嘛 射手座呢 原來同時也是在管外交關係 所以 難不妨可能接下來會有一些很邪惡的國家 在這裡破壞一些聯合聲明 OK 或者是一些很基本的法律方針 一些政府的政策 或者去撕毀一些 例如那些德國玫瑰 明白嗎 去撕毀德國玫瑰 德國玫瑰明明什麼來的 OK 你們自己想吧 OK 又或者在一些法律的事務上面 明明說了不告你之後又告你 就是這些反口複舌非常之無恥的行為 這個無恥是一個workplay來的 不單是沒有口齒那個詞 牙齒那個詞 也都是真的不知禮以廉恥那個詞 OK 所以還有任何的法律問題 文書都會很容易發生一些失誤 公文 合約 或者是一些替人擔保的事情 都會發生一些官非訴訟 所以你們自己身邊要小心一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是上升到一個 國家的層面 咦 同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他的好兄弟會不還錢 你知道他很喜歡在這裏大撒幣 四海之內街兄弟 是不是 或者一些銀行破產 而如果你們一向有做功課的話 我在年頭已經講過 今年呢 某個地方的東北面 就是那些什麼 黑麥瓜 市口木木 成吉思汗那些 OK 很容易會有一些債務違約 我覺得我們儘管 是放長雙眼看好戲了 還有 水星的眼 在雙子座 雙子座 同時也是管交通事務 OK 所以接下來的交通 我會覺得 不是我會覺得 是我會預言 會有很多的一些阻滯 甚至是一些人為的阻滯 即是會有一些travel ban 那這件事呢 其實在年頭六星連珠的那個live 也是講過 所以 大概去到八月 那條新的政策 那條新的法律 會發生 即是那個實際的應用會怎樣呢 還有剛剛都講過 一些法律事務 說了不會 但是之後又會 這些無恥的事情 大家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真的 申請了要離開的話 那我覺得真的 快一點 不要等了 OK 那還有 其實 雙子 也是管理一些教育 所以很多接下來的一些 教育的處所 也都會有一些洗腦的事務 甚至嚴重一點的話 會有一些取締 或者接管 OK 所以接下來是一個 非常之混亂的時期 尤其是我一開始都講過 就算看回火星 接下來會在這裡對分什麼 冥王 土星 海王等等 是不是 這個世界將會大亂 但是 大家不要擔心 因為畢竟 木星響雙如座 是在講什麼呢 大家也都會有很強的信念 OK 在這個亂世之中 Faith是最重要的 那我也都希望 所以再次希望 大家接下來的那個信念 是可以夠堅定 是可以夠強壯 以去熬過這個 這麼風雨飄搖的世代 好了 到最後 又說多一點點 話說在 是不是大概上個月 上個月了 OK 就 有個雜誌 經濟學人 OK 就 就 稱台灣為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然後這件事 也都是引起大家 非常之高度的 關心和擔心的 如果你們問我台灣有沒有事呢 我就會說 暫時應該沒有的 是都等國殤之後 OK 而最敏感的時刻 是在西曆十月九號 西曆十月九號的前前後後 好了 但是至於有關台灣的事情 如果今次這條片 就是這條片 那個反應好 我之後才會再講 然後到最最最後 給大家一個彩蛋 大家看看 大家在這個圖片看到什麼 不妨留言 說一下 挺有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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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